哈囉大家好,我是王凱,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那麼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個全新的活動 那也就是官方的全新頻道 那是在這個叫做Telegram 這個東西,T-E-L-E-G-R-A-M 上面發布的一個官方的頻道 那大家這邊比較重要的資訊 不是這個頻道上面發布什麼什麼之塔的東西 就是重點是,如果說你去這個頻道中加入他們的話 那他就會送這個全新黑金復刻的抽卡機會一次 所以是人人有獎的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我們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步驟 然後來獲得這個全新的黑金 好,那這裡的話,就是他這次所釋出的一個步驟 首先第一點就是,你用你的手機下來這個APP 這個大家可以從畫面中看到這個英文 稍微搜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然後再來的話,你把這個下載完之後 然後連結到這個神魔的頻道 那直接搜尋這邊打關鍵字喔 TOS,然後TG,這樣子 這樣應該就可以找到這個神魔之塔的一個頻道了 然後直接按,加入就可以直接 獲得這個複刻黑金的抽卡機會一次喔 然後並且呢,你在加入頻道的時候 選擇Joy 對,直接跟剛才說的嘛 直接按這個,然後就可以直接加入這個 神魔之塔的官方頻道了 然後再來是這邊,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 這麼多不同的頻道發布消息 他已經有FB了,他已經有Line了 然後他還要再一個這個東西 完全不懂是為什麼要分這麼多啦 不過這個我想大家如果說很困擾的話喔 其實就按加入 然後其實看之後 就是你們怎麼樣去做後續的處理都可以吧 對,然後反正就是跟大家講 然後人人都有講 所以這個消息是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參與到這次的活動 好,然後這次比較重要還有第二階段的一個活動喔 那除了加入剛才的是送一抽之外 但是第二次的活動是你 呃,可以 加入頻道的時候他還可以去投票喔 你可以去這裡面投 呃,比如說這邊 你的UID尾數是多少 你就可以按不同的連結 然後到不同的表單上面去填 說你要復刻 想要復刻的黑金喔 那並且喔,他這個想要復刻的黑金 官方有釋出消息喔 大約會在4月... 我查一下 好像會在4月10號的時候進行復刻 對,那通常這個消息除了 呃,復刻的部分呢 那還有那個... 呃,感覺就是會在... 跟那個新的黑金一起推出 欸對,這邊寫的是4月10號到4月12 好快喔 那應該不會有新的黑金 吧 4月10號耶 也就是本週... 假日而已,三天而已耶 所以...呃,這一次的投票的結果如下 我大概念一下喔 那個...三藏 然後鐵扇 跟秦皇 還有...艾莉亞 然後...那個... 援獸甲逼爾也有... 青龜 我覺得最重要是青龜吧 然後再來是... 這個... 這個...三十狐狼 所以總共... 一共是包含了... 七個... 七個黑金的一個復刻 有可能其中復刻其中一個 對 那...這裡的話... 嗯... 每個戰鬥只能投一票 所以大概只會有一個... 一個...那個...復刻吧 還是他會...每個...其實會復刻很多個 可能前三名都復刻 我不知道... 他這邊寫的感覺讓我像是... 他只會復刻一個啦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這部影片底下留下 你們覺得... 你們想要投哪一個 然後... 讓大家票員集中 可能就會... 比較容易中吧 對,那我個人是... 覺得... 比較... 目前來講啦 如果... 以這個... 隊員的使用性的話 我個人會蠻... 呃... 如果說有... 有抽到... 那個... 過年你有抽到... 光鼠今天叫什麼... 項羽,對 你有抽到項羽 然後沒有鐵三的話 真的還蠻建議投鐵三的 然後如果說你是... 呃... 已經有鐵三的話 那我覺得就... 輕龜是... 最值得投吧 然後剩下的話就... 比較... 沒... 這麼... 呃...相對我來講就比較... 沒這麼好 除非你都有了只差那個 那...再說 對 那就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那主要還是要替大家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呃...這個... 加入 加入這個... 官方頻道 那都會在... 大概... 呃... 商家新活動的時候 也就是4月10號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免費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更多 歡迎新的情報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我的影片 按鈕 下週時間的影片就訂閱我的頻道 下週... 等一下我剛起床不好意思 那麼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